不只是进攻 对方防守的时候呢 他加强了前场的逼抢 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个人去抢的时候 另一个球员呢 他会他会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这球抢完之后 我的第二点我怎么跑 你说到这个现象 我就回想起上半场一个场面啊 就是不论是在黑龙江FC的这个后场 还是在延编队的后场 总有这个黑龙江FC的球员 要比这个延编队球员多 要多 所以这就是上半场 为什么延编队处于被动的一个局面 对 那么延编队如何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呢 第一点啊 我觉得一是在先说防守 防守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的要集中 三条线要统一 特别是两个边路的回防的协防 对 包括后腰的位置 不能失位 对 这是一点 然后进攻当中呢 进攻当中 对方啊 他是小范围逼抢嗯那你咱们就应该应该是大范围的转移对这样就是牵扯他的兵力啊这是我的想法啊 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啊下半场是黑龙江FC先开球啊呃 双方一边之后我们希望下半场延编队能够改改变上半场那个颓势啊没错能够将主动拳也好这个射门次数来提提提升上来啊下半场呢 那颜边负负责是从左向右攻啊那么这边对租拳来说应该有一顿考验因为那边的场地左边场地不是很平不是很平整啊 那么主队黑龙江队这边呢是从右向左攻 还是这个套路啊还是套路他呃中间来到李帅这个位置之后啊球来到李帅这个位置之后这是谭立伟啊到这个位置之后基本就是你看不到他往前这一下嗯除非他有很好的机会他一定是要分边他们传球啊嗯都是低平的这种低平传球啊甭管是长的还是短的他没有传球就让你更舒服啊没有这个球在空中画个弧度那样是是是是最高的也就是半高球对 对像维克多你看外围他有远射还有长船啊还是找巴巴卡哎对方这时候有约位啊但对方这个时候的裁判事宜刚才呢是对方有犯规还是呃吹的约位约位吹的是约位啊这是21是吧31号对方的31号是白子剑啊白子剑出生于辽宁瀕阳嗯刚才给个进警好像眼眼睛不太好 哈哈哈有点去进士啊有点进士啊有点进士啊啊眯着眼再看对对对 其实这个足球场上的近视眼也挺多的嗯啊啊你可以给这个央视舞啊嗯做一个叫top ten啊就是谁的近视度更高是吧对对对 然后世界足团最著名的这个戴眼镜的球员就是戴维斯荷兰人戴维斯他听说他那个眼镜上的不只是有目镜相对对对对对 提提起他总能想到我我就总能联想到异形啊异形啊异形哈哈哈这个电影非常景点的啊 那边对别人在左边左边这边应该是韩光辉啊 integration有什么会像中场的地方 我或认出来了ayerして vais啊好啊差点儿 maar再也拱我之后还有ker 对我然后对我为何老了哦这是单元对在今天全场比赛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特别是孙君啊 这是孙军通过自己的积极的跑动啊 创造出来的机会 所以刚才平话说这个点啊 孙军这点你看 你看来到了禁区之内了 是的 这就是孙军 孙军应该是积极的跑动起来 当然了对方呢 可能在后方线的防守上也有点松懈 前面队应该把每个人这个定位啊 要明确一些 是 上半场不太明确 就是刚才我说的不同意 就是你上去了以后 那一定要有一个 在后摇位置保护的这样一个球员 能够参与协防球员啊 没错 比如孙军上去那朴晓豪往回收一收 往回收一收 然后孙军如果要是往回收一收 那朴晓豪可以助攻 对 那朴晓豪那上半场我们看更多的呢 他一有在后场的拦截 但是他在中前场待的时间可能更长一 刚才看这21号123小江谭立伟啊 这个身材呢有点臃肿 但是跑起来都不慢 对 你这个应该在这球员应该在在在在健身房 再练一练啊 这脂肪应该再降一下啊 可能会更好 红纤维再提上来啊 对 这是白子剑啊 下半场上了以后 黑中间FC好声不是像上半场上了以后 刚才能打那么猛啊 没错 你看现在延命负责依然是4141啊 但4141呢有变化 陪玉文跑中间去了 陪玉文是后摇 现在 朴世豪来到了边路 刚才啊 看着看这个点 是不是也考虑到 朴世豪上门场吃的让防盘 嗯啊 而后摇这个位置呢 你看 现在陪玉文的位置是中间 是后摇啊 对 那个后摇这个位置 这个防守压力还挺大的 对 然后朴世豪呢是可以打边路的 对 这时候金波坎倒地啊 这大腿外侧这个位置 呃 他好像 这个 顶了一下 顶了一下啊 哎呦 这一下呢可真是有点勾腔 应该怎么样 是我们经常说的顶那个大腿麻筋 对对对对对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他这个只要不是 这就是硬这就是水硬啥 硬碰硬啊 对 值得拿着进去 这里看又是给巴巴卡 巴巴卡 哎呦 这个球 危险啊 这是爱丽士的回防啊 但球还在对方的脚下在右路 三十七号杨一虎 回个多 这边右边是六号廖城坚 起球了 你看对方他不起高球 对他不起高球啊 就是在这个甭管边路还是直c 他就是以这个地平球为主 是 就是造成延边队的混乱 对嗯 期许这有一个球的折射能够到这个进区之内 对 那还是短传啊 杨一虎 给到左边 这十九号虚东 对方你看还是小范围配合 什么 哦 手势啊 这是杨一虎 这是杨一虎 你看呃 这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其实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对方确实把自己的这个现有的能力打出来了 对啊 杨一虎在上半场测试了很多机会的前提下啊 下半场终于是进球了 这他不停的在就是来回转移也好 左右转移也好 前后倒脚也好 他其实完全的就直线 然后呢低平球寻找机会 不断的在寻找机会 三十七号杨一虎啊 你看这个球啊 这是许动的传球 然后一让 你帅的一让 李帅啊 我真的觉得他虽然今天这个球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对 就这个球员太灵了 你看脚跟一传 灵性球员 属于 啊 太灵秀了 这他的踢法跟那个 我们说这前亚洲足球先生就阿林球的奥马尔真的很像 刚才我上面看他的这个动作就想起奥马尔啊 都不是一个世界大盘的巨型就奥马尔太就太灵动 但是很灵太灵动了啊 也没对现在0比1啊 这个李帅这个位置踢的就又是会让颜面球迷想到当年的尹比加篮啊 就这种就小球的处处理上啊 现在颜面队0比1落后啊 现在我们应该想到一个什么好的办法啊 要不要哎 其实下半场上来以后啊 颜面队还是在这个做了一些改变 对 刚才包含你刚才说这个 培育文来到了后腰位置上 包括刚才这个防守的时候 那个人数优势就不是人数优势人数劣势就对 比上半场要好多了 就像您刚才说的他让培育文打后腰 可能是因为有表潮有红盘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 让那个谁呢 因为培育文在后腰位置上他是能拿球 拿球创造一些这个 因为培育文的跑动能力会更强一些 嗯啊 你看现在还是 这个4141的一个状态啊 对方呢这个时候 在中路有很多人 颜面队反击 没有打出速度 对 进步在右边 给到中间 你看 只要是颜面队要即将拿球的时候 对方基本上都有两到三个人 对到哎 好的 好可 哎 对对方 还是身体扛住了 跑前进的线路 5号 人将龙啊 这球是扛过了 但是也很危险 是 奥斯卡如果再前进一步的话呢 这球再多快一步的话 刚才你看还是韩光辉这个传球啊 也非常的到位 韩光辉这一球传的好 对 就不要传高球 对啊 对方也差点险些出现失误 下半场开场将近9分钟的时间啊 比分那是1比0 那么黑龙江FC这个能进球 其实我觉得不意外 不意外 因为对方确实把这种进攻打出来了啊 对 而且上半场就是这么打的啊 31号白子剑 还是这么打 你看 还是 还是这么打 谭立伟 那颜面队现在有点疲于防守啊 因为现在很难把球能拿下来 就是形成一个控制 八八卡 黑龙江啊 他们传球很准确啊 没法拖 对 来到左路 来到左路 这叫徐东 传中 哎 这球 不用说没有抢到 对方还有进攻就杨一虎 杨一虎内切 这球传的 嗯 有点失去水准了啊 因为这个吴咏春他的这个身高不高啊 所以这种过顶球 你看刚才 挺危险 就是可能也看到这一点 对啊 因为颜面队后防现在 边后卫的位置上身高不是很高 嗯 所以传一个后点 孙军啊 孙军啊今天有点被对方有点控制啊 就是他的没有踢出来自己的这个状态 嗯 对方的左路认球 还是打吴咏春那一点 对 韩国辉 看奥斯卡 能不能顶过去 这球是对对方呢 先顶了一下 10号李帅 刚才是徐东把球传给他 李帅拿球 转移 真是 小球控制的真好 微不多 颜面队这个时候 要有一个人最好能上墙啊 拦截对方在自己的湖顶附近这个位置 不能让对方随意的这么来传球 对 颜面队这场比赛这个前场的比抢 基本上没有 对啊 得有一个上来得上抢的啊 这个谭立伟这个身材啊 确实应该好好的在在练一练 谭立伟U23还是啊 他这个年轻 对啊 他这个 就是就是 按理说应该不到这个发福的年龄 但是他踢的还算不错啊 挺有冲击力的 但这个确实是有点臃肿 有很多像老将啊 你像这个中国 咱们中国像像政治将近40了 哎呀 还是保持的非常的非常的 太好了 我这个跟队员的自律很重要啊 包括饮食啊 这个自律呢 不只是说这个 不泡巴不玩手机类似这样的 就关键是在饮食上 还有一些人的胜后规律啊 对对 20号慕风飞 颜民队其实他想 颜民队现在呢 主要是还是想拿球想控制 但是对方呢 确实现在这个势头啊 确实对方这边会更强大一些啊 对方也出现了输啊 31号白子剑 黄鹏 嗯 奥斯卡这个点啊 现在是投球百度吧 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 因为没有队友牵插 没有跟他形成默契 对 因为他是中锋 那中锋呢 他这个奥斯卡 如果你这样的形态影之把就传给他的话 他就是再有能力 但是也很麻烦 是啊 所以刚才他顶完这个球之后 没有人上来 没有人上啊 他就回头跟自己队友说了啊 对 他只能说你说我这个我是转身 那我还转不过去 对啊 我就得回敲 回敲你们还不上来 嗯 你说这就麻烦了啊 对你能力再出色 你就光你就是C罗的话 你在多人夹击的情况下 他这个球他也处理不 是啊 我觉得爱丽士这个点 既然他那个防守的任务不是很重的话 嗯 他可以跟奥斯卡的距离再拉近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的时候 颜面复杜队刚才这个镜头给到了替补席啊 就给到了这个场边 我觉得颜面队应该想想 应该要坏人了啊 现在呢 进攻上呢 中场现在有有些 有些控制不住啊 对方这边白子肩的速度还是很快 这球出界了 现在坏人呢 我觉得在后腰位置上 应该来一个强硬性的 就是能够顶住的啊 李浩杰这个点应该尝试一下 李浩杰 因为在替补线上你来看了 条件可不可以 因为他也刚上誉啊 对对对对 能不能扛住啊 或者是再多点变化 多点变化的话 李龙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我们这个传球失误啊 传出了边线 你看一个马赛回旋啊 李帅今天表现的太好了啊 而且像这样的球球员呢 我觉得这个赛季如果坚持这种表现的话 他以后是有机会打踢中超的啊 今天李帅的传球的成功率很高 就到现在为了我印象当中他没有传失误 对而且调度非常合理 对调度很合理 这种中场球员说实话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对嗯 有这样中场球员的球队 就可以 可以说如获至宝了 那延编队这些球员呢 其实像孙军呢 孙军他的那个大局观是有 嗯啊 然后向前带向前这一下带球也是有了 但是孙军跟这个李帅还不一样 因为孙军呢可能防守更多一些 你防守更多一些的话 这就会牵扯他这个进攻的精力 这就是延编队现在所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缺少一个 就是 就是创造性上 可能更具有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个中场球员 是 黑龙在FC这边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啊 对 所以说这些年啊 来看这些啊 任江龙 李帅 还有这个 那是巴巴卡应该是 巴巴卡 巴巴卡 看身高应该是巴巴卡啊 中尉 任江龙来 哎呦 这是打在了任江龙 哎呦 任江龙 这是有个折射 有个折射 啊 球又进了 球又进了 队长5号任江龙 这是一个折射 刚才我们还说的这个啊 这任江龙这是一个他们一个战术的一个配合啊 任江龙直接打他这打在了颜民队球员的头上对一个折射 这是没办法没有办法 这是真没有办法这个呢 我今天这上到现在为止呢就黑龙脚FC呢 确实是他这个战术上运用的比较合理 但是没有关系啊 现在比赛还在继续啊 燕冰队 反击很快 好的 奥斯卡的球没有接到 62分钟啊 燕冰队现在是落后两球了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燕冰队应该放手一搏 或者是你在后腰的位上换上一个强力的啊 就有点这个能扛得住的 吴冰春 说句话 今天的这个黑龙脚FC的这样的一个T1的感觉啊 并不像一个排名第11位的球队 是啊 嗯 他25分啊 25分离这个倒数第二的大连超越就多5分嗯 嗯这个成绩 所以在之前的6场比赛当中踢出的什么内容 一个人一船一跑的这个意识不是不是同一点上 那这个时候呢在反击过程中还得看孙军的力量啊 刚才我们说啊 这个因为呃 也面对拿球表示好 还是要找前面的嗯嗯 大话比较单一哈 嗯啊 拿球直接要打对方的时候找爱丽丝或者奥斯卡这个点 但是船的精准度不是很高 对被对方还是能拿手直接控制 然后打反击也好啊 自己控修也好 嗯 应该想想办法 应该想办法 那现在呢 其实原本在替补席上能用的人呢 也就这些啊 而且今天这个另一个外员没吸保力呢 也不在大名单里面啊 那不可能在是吧 对 好的 再给到这边 这边是爱丽丝爱丽丝的走路 好的 现在对方也出现了防守的漏洞 但对方的人回来了啊 刚才航空还是看了一下是吧 是做做出第一时间的这个穿球 这战绩有无所延缓 对啊 也面对这边这个 一个123就可以了 啊对啊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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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古斯米奇呢 啊对 奥斯卡 嗯 或者你干脆在最后的 因为现在才65钟 其实还有时间啊 如果够大胆的话 可以让古斯米奇冲不冲啊 好的 这是爱丽丝 脚下技术不错 跟孙军做配合 直接掉进去里 古斯米奇大长腿把这球拿了下来 对 而且古斯米奇还把球斜了 哎两次三啊这球没成功 孙军的回防啊 孙军这个球其实并没有犯规啊 这时候对方先换人了 换下21号谭立伟 换上25号曹康啊 曹康这名球员呢 是江苏苏宁的这个清训出来的 曹康是一名后妖啊 感觉谭立伟是挨脚虎啊 嗯啊 有点王英那些感觉 曹康25号曹康 曹康呢之前在上个赛季啊 不是上次上半赛季呢 一直是这支球队主力护腰 嗯 曹康上场之后呢 他的体能呢 应该是说加强防守 哎对方这球 越位了 这球越位了啊 嗯10号李帅 10号李帅李帅如果不抢啊 那个巴巴卡去的时候 让他往回撤一下 还可以打一个赔 这球确实越位啊 李帅呢其实身高也不高啊 你看 拼的多拼的很凶 你看很凶啊 这个逼抢太太顽强了啊 阎明队出球还要更快一点 或者我刚说他们的逼抢吗 所以我应该转移啊 哎 这球就对了 这球就对了 奥斯卡这百度百度漂亮 啊 这个爱丽是跟对了 是吧 哎 这球漂亮 这拉的 这是韩国辉啊 表示好表示好 中路在在转移到了右边 裴宇文 裴宇文下底 进去之内 还有机会 什么 哎呀 你叫刘射 射门的 这是17号朴士豪啊 这个是刚才维克多 这就是对外围寻找机会 但这个球呢 朴士豪没有压住啊 刚才这个节奏出来了 节奏出 中路一停 球往黑掉 开始打 22号沐空飞 对方在右路 还是选择 选择传球 你看他们就找这个 低平球啊 这位置接的特别舒服 你看李帅在拿球 这个 这这这这种打法真的是 太细腻了 嗯 李帅 六道也没得进去了 嗯 我们这断心断志导 确实给是合队赋予了一些 这个这样的一个 合球的百度 这就是米奇 比较实用的打法 是 所以还是这个 在开场 咱们在直播室画面的时候说到那个问题 你说这个是哎 对方又反抢 对方反击了啊 这个是反抢哎呦 又推了一脚 呃 今天呢主要说的 他这个呢 现在黑龙江火热明权这种打法呢 要求都是是每个人的位置感都极强 是 你得配合 你得有一定的位置感 嗯 啊 就是我队友到哪 我应该跑哪 那阎民队呢 反过阎民队现在呢 就是说 因为他可能受到对方逼抢的限制 嗯 阎民队出球现在比比较麻烦 嗯 嗯 进波 这时候 本来 还是 有没有机会打门哎呀 没有脊脚 还有机会还在调整 对方的防守也非常的人很密啊 又传到外围 阎民队这是孙君 这球没有够到 球在李帅的脚下 停下来再传球 许东 开始剑 好啊 这是谷子密奇的上下没有犯规啊 直接把球断下来 要找给爱丽士 你要左边路没有人上来啊 对 左边路这边 啊 那边有韩公辉 韩公辉 韩公辉 刚才一个点 中间 对 在中间 培育文 培育文这是进波 直接 吊斯卡 嗯 这种投球百度的威胁不够 对 嗯 其实 球往奥斯卡那个点去的时候 嗯 嗯 上来助攻的球员啊 嗯 就 参与进攻球员就应该有意识的往前插一插 对啊 指着爱丽士自己接应在禁区对方的防守队员那么多的情况下去接应 嗯 很难 是这样的 比赢 by 和 对方发边线球 巴巴卡 投球一蹭 球还在对方的脚下 巴巴卡在回敲 回个多 你看他传的每一个点 基本都有自己队友 对啊 而且传出来以后啊 接球那个队员特别舒服 李帅 李帅刚才还来了一个 边传边回头啊 假动作的一个吸引 这球不能传了 因为奥斯卡输在了 越外的位置上 是的 老师豪 上来也没对 前场一二三四五 五打多 这球传的威胁 嗯 威胁球 传出威胁球能力啊 还是差一些 因为现在前场 里面对人不多啊 人不太多 局部能在对方防守的时候 都回来了 韩国辉 再往中间走 票 这个对方反规啊 任一球 给曹康一张黄牌吧 应该 交叉 这个球距离球门有点远 韩国辉两个人 这球放不住 你看 呃 被对方第一点投球 解围出禁区 对外围还有什么 进去 孙军孙军看怎么处理啊 套边 套陪文啊 再来四三号金波 起球 投球 东门 哎呀 古典米奇啊 古典米奇中间 投球 东门 差一点 差一点啊 对方门将 也是反应比较 确实 再说这个投球的线路啊 比较正 是的 比较正一点 而且力量稍微小一点 嗯 嗯 哎 刚才举起了 裁判没看到啊 嗯 但是古典米奇啊 这个位置跑得特别的好 嗯 而且呢 这就是如果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可以尝试要让古典米奇 再冲一冲 是 因为他的高度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绝对是第一高度啊 看 你看 也没 这时候 后方 哎 你看 李帅 开始玩单车了 这有点 细腻的选择了啊 哎 这时候越位了 嗯 37号洋艺火的越位 没有问题 嗯 啊 越位越位 越位 三个人都处在越位 对 这曹刚的全球 也没对得进攻了 韩光辉 刚才你就看这个黑龙江的球员呢 是打的 放松了 踢的放松了 刚才李帅在 前沿开始几个单车啊 对 换人啊 还是黑龙江FC这边 28号 潘艺诚 潘艺诚要上场啊 换下了白子舰 潘艺诚也是个中场球员啊 白子舰您这些是个对位换人啊 哎 白子舰手是有问题的啊 受伤啊 苏文台那只ratos求 摆到进去 他一程刚上场就拿着球 王鹏 古迷奇 表示好 这球啊应该是因为这个场地的原因没有控制好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阎明队 阎明队现在还没有换人啊 除了上半场那个换人之外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换人 应该说也有球员在等待了 孙军 朴超 朴超这个球啊控制的并不是太得当 对方现在开始控制比赛 76分钟 好的反抢 这是阿力士把球抢了回来 进波 进波的中间 对方迅速能形成包围之势 对因为他这个人数多 你看他的跑位 就是在跑的时候对方又反击了 22号潘玉成吧 这是19号 许东 再给到 小心 对方的攻势正胜啊 颜明队现在就最着急的一点是无法组织有效的 是啊 转移 这球其实他应该直接转移到了左边啊 但是有点慢啊 您看这时候李浩杰要登场了啊 应该是换的是李浩杰 李浩杰呢 看上场之后应该换谁 现在就等此球 李帅 啊 古自明其实用大身体啊 扛了一下李帅 这一扛 根本就受不了 换下吴永春 吴永春 啊 换下吴永春 换下吴永春的话 那么李浩杰上场来看一下是不是让他啊 他那意思让韩光辉打左边路 打左边后卫啊 那李浩杰的位置 来到了抽腰 裴永文回到了右路 嗯啊 加强中场的硬度啊 任球开出调到进去之内啊 对方还是 还是很能 还是有接球的空间 有 就这场比赛吧 就是嗯 呃 你说防守吧 总是给对方很大的空间 是的 是的是的 嗯 人数均等的情况下 有接球的空间 嗯 而且更多的情况出现的是 对方人数要比资你本方身上还有多 对对方有个球员倒在了地上 球还没有踢停啊 裁判是吹停的比赛 这哎 李帅吧应该是 10号李帅 李帅啊这个球员应该是呃这场比赛虽然没有进球啊嗯但是我觉得他的发挥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个球员是呃 而且这个时候两个主教练都站在了这个提笔席旁边是的 全场比赛将近80分钟比分呢是2比0啊颜面副责队暂时落后两球 这场比赛主要就是这颜面副啊他这个进攻啊进攻的体系没有踢出来嗯啊就是我们可能能再回想一下啊就孙军刚刚复出那一场我记得是第几场还是那两场对没线田生态还是对没线客家啊对没纸客家 那那场比赛颜面副啊就是他孙军呢他的这个向前带球的能力凸显出来对而且向前传那一下也非常致命今天呢今天是孙军呢他这个可能是有防守压力我认为是嗯啊 所以这中场的配置上的颜面副应该这个工作更明确一点对啊 80分钟了啊嗯 所以说呢你看在中场如果传球不到位的话呢使得这奥斯卡这一点也是有点困难嗯啊就单打独斗了啊 那对方总能是在而且大家对方总能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把球抢下来 转移还是转移转移是对的但是转的要准啊 对方的体体能是真好的嗯 现在颜面副的换了两个人还有一个华尔民国 那80分钟最后他一定会是换上一个123啊就看一下这个李龙和金成俊到底谁能够最后出场 对方也是换了两个人了啊一个是曹芳有个潘移成俊 对方六号六号六号廖成肩啊这时候示意对于进场啊 对方六号六号六号廖成肩啊这时候示意对于进场啊 没有任何对抗自己坐地下了 没有任何对抗自己坐地下了 这可能也是一个出于战术的需要啊 那黑人家球迷还挺嗨啊 所以说呢今天其实这场比赛对颜面队来说呢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地方 可能这个球刚才是许东这是李帅的脚后跟的一传至关重要啊 然后最后是杨一虎的这打门 这第二个人家龙这球有点反弹折胜 现在还是没有看到这球打在颜天的哪个方式对头上啊没错 镜头给了两个进球的人啊 一个是杨一虎一个是五号 感觉刚才杨一虎那个射门啊 更像是这个没有目的的是船往前船 但是这球是鬼使鬼使神差的就进了圆角 阿斯卡这球形成的二大 孙军在左边 一对一 一对一 往过去 交球 嗯 角球开出嗯 第一点还是对方的球员顶道 是的 李帅 老师豪今天的这个 脚下呢总是有 都拌算啊 对方一打一 好这个来看一下古兹米奇在不停的追 又是杨一虎 又是杨一虎 古兹米奇奋力的回望啊 前场四打三 李帅 后点 啊这是28号潘玉成 的头球攻门 这是顶高了 对方的一次快速反击 快速反击 啊 刚才我们看这个 这个古兹米奇别看高 他速度并不慢啊 速度真起来了 对 这我感觉是看古兹米比赛 嗯 以来最快的一次 直接跟着这杨一虎啊 因为野面队现在要大举反攻嘛 对 所以说他这个后防线确实有点吃紧 多亏了刚才古兹米奇回来 嗯回来以后啊还是古兹米奇对方鸡脚的时候挡了一下 是的嗯 这古兹米奇两条长腿就往回奔 嗯啊 不然对方就单刀了 徐东 转移 爸爸卡 啊 古兹米奇的防守啊 还是挺一套啊 嗯 艾力士 近波这球啊 出界了 85分钟啊 对方呢 这个时候开始回缩防守 在颜面队呢 这个时候呢 应该 虽然是我们要努力的进攻 但是后防线呢 一定要留人啊 徐东把球传到中间 爸爸卡回撤拿球 套鞭 速度很快 潘雨晨因为刚刚上场不久 体能很好 转移到中间 对方又来了 你看 曹康 五打四 对五打四啊 维克托 回传给自己队友的时候出现出了边线 嗯 嗯 这场比赛你会发现 HPFC不论是在哪个区域都会形成人数上的优势 对 这就是我刚才有说就是一个人去抢的时候 他们其他队员会看 嗯 就是我应该在哪个位置看这个球的落点 嗯啊 这就是在小范围的B抢啊 所产生的效用 然后再加上他进攻当中这个向前的这个传球 所以说这老帅段新确实还是有一手 对 我感觉他这个是有匠人精神的一种表现 对 我宁可不要证 嗯 要把队伍带好 嗯 又好裴远 高的啊 到了后点 后点孙军 孙军看今天要打满全场了这是 被对方抢了过去 6号 哦 没有控制好球也没对着角球 拼的一个角球啊 6号乐成街 嗯 他他确实可能也拼的也差不多了啊 拼的差不多了啊 作为这个右边后卫呢 今天他确实 挺拼的啊 韩公辉 脚球 开到后点 孙军一顶啊 哎 跟上什么啊 这是哎呀对方的门将这一场比赛 哎呀 今天确实发挥好 那 金波的抽半凌空啊 这个球你看是打上力量直接奔门去了 单掌突 突出上半场也有一个对这样的球是 啊爱立士的哎 换上金城郡啊 换下爱立士换上金城郡 颜面对的角球嗯 还是还是后点后点外围 逐界了 要了一个边线球对这时候又球员倒地啊 应该可以做后人调整啊 嗯两名球员倒地 两名球员倒地 一个是六号廖晨间这个是他肯定会倒地啊 另一个是谁啊 这是啊 他们两个撞到了一起去 啊 爱立士下场换上18号金城郡啊 也没有做了啊 最后一次换人的调整 嗯 我总觉得最后一次就换人啊 嗯 时间有点晚 嗯 嗯 他现在88分钟了 88分钟啊 韩光辉把球调起来 穆光辉 来到起身把球拿到啊 穆光辉今天状态不错 嗯 他这这身行货啊 感觉是临时扯了件衣服打了 那啊 好对方也是换最后一个人啊 10号李帅下 上上15号黄耿机 623的球员 李帅今天真的是 这是未来可惜 未来 未来可惜 还是给这个镜头 马在回旋啊 马在回旋 他在这个大局观呢 包括传球的意识 还有就是这个分球的感觉啊 李帅绝对是这只黑龙江火山名泉 一个 不可多得的一个中场的组织者 嗯 这个球太远了 奥斯卡回街 这球没有犯规李浩杰把球拿下来 标志好 可以问还是起高球 嗯 过到禁区之内啊 眼闭队拿就哎呀 这球拿不住了 全场比赛要捕十四分钟的时间 捕十四分钟 来看一下眼闭队是否可以抓住一次机会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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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玉晨 进去投球 外围还有第二点 转到进去李浩杰射板 这球高出了衡量 对方又有球员倒地 这好像已经成为了中甲联赛当中的一个非常常规的景象 还是六号吗 五号 人江龙 人江龙 跟古格米奇拼抢当中有一个碰撞 人江龙今天打入了一粒任意球 任意球是发生了折射 这段时间 延命队确实显得办法不是很多 是 刚才我有一度曾经脑子里呈现出这样一个念头 就是这场比赛你要说黑龙江火山名全的球员在这个时间段握握草倒倒地 跟他们这场比赛还真匹配 这场比赛是阳面队我觉得即使输了其实有一个核有很多东西可以总结的啊 其实有些东西是其实是之前阎面队这种球队所必备的对啊 像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呀还有这种就是拼命奔跑的这种感觉啊啊还有就是像你的这种逼抢啊 这场比赛你刚才说对你刚才说这个这个这个三个方面啊表现的都不尽如人意不尽如人意嗯嗯 怎么说呢就是爱之深则之切了啊可能是我没有像李帅那样的天才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啊 但是呢其实阎面队的呃你说他这个防守段做的今天不是很好防守段今天主要是还是就后腰的位置啊是做的不好 然后还有就是斜防对啊你要说这场比赛我就取手势啊那最起码你不能在自己本方禁区 禁区这一代嗯出现让对方的球员比你还多对而且你这个呃也不是说没错反而进攻上去没撤回来 股顶前沿的对方的后腰的远射对如果能有很大的空间来远射的话就说明你的防守其实是在中场的防守是基本是属于放弃的是啊 呃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嗯所以说你严明队要总结的地方呢还是挺多的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来通过比赛来历练啊因为这些球员呢说实话真的不能跟当年就是前两年相比啊对不对 好的对方又来了啊你看前场这是三打三 回过去啊 哎呦这是王鹏跟呃爸爸卡嗯这场比赛其实爸爸卡是挺想进球的是的好了呃全场比赛结束了 呃全场比赛结束啊演兵队是0比2啊嗯呃呃天兵队FC也